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一場從天而降的離奇大火 我妹妹在德國打電話來 她說,二姐,你的房子火燭,你要回來 我說不行,我們不能回來 我說我們現在要去日本 因為Victor要在那裡說書 她說不行,燒到通天 你一定要回來 我拿著Victor的手,我還記得 我說,Victor,我們的房子燒了 不過神會大大祝福我們 何來他的信心,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神怎麼祝福我 怎麼祝福我,我也不知道 但當時我說這種話 我相信神當時幫助我 給我說這種話 大火將一直困擾余玉希教授 和他太太心中的情結解開 令他們夫婦在經日中 堅決將人生每一個決定 交託給天地間的父神 Newborn Emergency Transport Service 簡稱Nets 他們專責搶救有早產跡象的產婦 或者初生嬰兒 今天送入院的普頓太太 她途中的雙胞胎只有27週 雙胞胎的情況非常不穩定 當值醫生決定即時替普頓太太復福 將這對比預產期早三個月的嬰兒 帶來這個世界 不過我的媽媽可以跟我一邊說話 可以一邊說話 聽話現在頭一個兒子就開始出來了 由於早產,普頓太太的一對孫女 姐姐只有570克 健康良好,而妹妹雖然較重 有850克 但因為肺部出現問題,要進行手術 全球新生兒科權位余余希教授 出生於醫學世家 四兄弟都是名醫 她的父親余朝光醫生 更是廣華醫院院長 今年已經100歲 余余佬先生在80歲那一年 因著神經愛感動而成為基督徒 我也很開心聽見她說想洗禮 那時80歲,現在她99歲 十九年內,我都覺得她有一個大轉變 那時她是一個我覺得她是很嚴肅的爸爸 不過之後她的人一路慢慢轉變 現在變成我很多跟她爸爸和兒子聊天 她的人可以說開朗很多 我相信也是神經的工作 早在余教授15歲的時候 她母親已經離世 余教授把媽媽一件心愛的旗袍 帶回澳洲作為紀念 但是她想不到旗袍上的龍圖案 竟然引起一場大風波 那件長衫就是用銀線 受到一條很漂亮的龍 於是我們就覺得很漂亮的一個手工 我們就傷了它,又跨了一個牆 但是我們那個宣教的計劃 還沒開始之前 新加坡的牧師派其他一個牧者 過來看看我的工作 她過來看完我的工作之後 她又住在我家裡 完了之後她就跟我說 她說Winnie,你是做神的工作 你在家裡不應該有龍的形象 余教授和太太Winnie 為了這件事非常不安 就在她夫婦返港探餘老先生的時候 一場不可思議的大火從天而降 因為現初公司很重要 知道中火的原因 所以她特別找人來檢查 她說究竟為什麼會有火 這件事 他們發現 那些火是在屋頂上燒下來的 而當日又沒有行雷閃電 也不是因為虧電的原因 因為那間屋也挺新的 還有所有的電線 我們都是找專門的電工程人來做 所以她們也找不到原因是什麼 天降大火 媽媽所送的長衫被完全燒毀 但是余教授和Winnie 反而放下心中情結 因為她們在經歷神的旨意中 得到看顧和保守 我乘搭飛機回來馬爾賓 看見這間屋燒爛了 我們最慘的是 我相信我們的照片 如果燒了,照片上底燒了 就變成不可以代替了 那些照片的照片 很奇妙 因為那些照片 在書館上擺放了 HIFI的照片 和照片 HIFI的照片 已經燒至熔至一塊照片 但照片的照片 是一個黑麵麵 但原來照片 也拍攝很密 燒了外面,黑色 刮了灰後 原來照片的照片 90%都沒有燒到 好遍夫婦知道寶寶要進行手術之後 都顯得非常擔心 雖然余教授本身並無子女 但是,他在新生兒科 深切治療部 就見過無數的父母 為自己的兒女付盡心力 而深受感動 也因為他重視生命 所以余教授都會盡心盡力 去搶救每一個嬰孩 但是余教授明白到 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所以,他從生活上用愛 去感動一群年輕的醫生 令他們不僅學做一個好醫生 還要去珍惜和關懷身邊 每一個人 印象中的合理 也很有意義 因為我認識了 他很教授 他幫我解釋 在重要的保護 但是在移民 也要求執入 但是有助理 向其他醫院 也要求 我認為這好東西是很好的 在印度上,我老师常常说了很多 因为他也有老师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要 去见他,去见这个人 所以我最后在《Monash Medical Center》 我非常感到,我来到一个地方 在工作的地方 余教授本人为人非常的谦虚 而且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 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就像一个朋友 神给了一个机会 我们想想我们在这里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来说,就不只是追求名利那么简单 而我们虽然没有写歌 但是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侍奉 大家一起做神的工作 这个祝福是很大的 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很忙 但是做完医院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跟永烈一起做教会的工作 所以跟他一起的时间多很多 可以说那个婚姻一天比一天是坚强 十五岁认识 相戀七年后结成夫妇 余教授和Winnie结伴同行超过四十载 以往的生活片段 都成为他们永不磨灭的甜蜜回忆 每一年余教授生日 我们也会亲手缓制一只可爱的小熊 送给余教授 去年她生日的时候 我特别做了一只小小小孩 这只叫Tiny Tiny有她自己的护照 还有她自己的旅行箱 护照有她自己的照片 有她自己的重量 每一个地方 我们也会吸引人 给人来做纪念 也挺好繁衣的 我看回我小时候的照片 发觉原来我有一只Tiny Bear 拍照的时候也常常抱着它 我自己忘记了 但我看回照片也有点印象 变成了Winnie做红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鼓励她做这个职业 变成了现在我也很喜欢 每一次生日都 渴望有不同的红 夜心人症 在新生怡科深切治疗报入 只会听到辅助婴儿的仪器运作声 好顿太太的BB 要观察一晚才可以决定 能不能做手术